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有人就在猜测 说中共政治局里面现在还少了一名女的政治局委员 有没有可能彭丽媛连跳三级直接进政治局 这一次彭丽媛独自一个人去视察调研 大家又开始想象了 你看这就是给彭丽媛进政治局做铺垫 而且这一次彭丽媛在长沙调研 居然大家找到了很多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整个他调研的规格升级了 第一个是以前没有公布跟随的这些中共的高官领导人是谁 而这一次呢 马上公布了 跟着彭丽媛陪同他的两个高官 都是这个确实一个是相当于湖南省的副省长的一个女高官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卫健委的一个高官 大家突然觉得信号不一样了 以前不说有高官陪同 这一次彭丽媛穿着像女干部 陪同的级别也开始曝光出来了 而且跟习近平一样的 随行人员都跟彭丽媛保持相当的距离 包括这次彭丽媛接见的一些小孩也好 家长也好 跟以前也是大合影 彭丽媛在最中间 这一次不合影了 突出彭丽媛这一次调研的规格 不再是一个所谓联合国的一个什么青山大使 那这一次是中共的一个官员 大家现在就是 我不知道内心希望彭丽媛真的去当官进政治局呢 还是对彭丽媛进政治局有某种担忧 怕他变成下一个江青 他跟江青确实有他来同的地方 第一个是都是演员出身 搞文艺 第二个是都是老乡 山东人 第三个形象都不错 对吧 当然江青后来是被这帮家伙给妖魔化了 实际上他的形象也不是那么差 江青在艺术上这个水准也挺好的 对吧 不但是演员演得不错 歌也唱得不错 歌也唱得不错 而且还有这个摄影也不错 对吧 然后把这个现代的金剧 样板戏 和芭蕾结合在一起 对吧 这个在艺术上有创新 而且那些台词啊 那些演出也不错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对吧 这种东西 现在这些电视和电影就很少有这样的真正有经典意义上的这种句子 当然我们不要吹捧江青了 我们吹捧一下彭丽媛 彭丽媛 我了解的不是很多 因为我这些年已经离开中国了 我对文艺工作者也不太了解 但是有几件事情呢 对彭丽媛还是有一些印象 第一件事情是 厦门的这个组织案 很多的军队的歌手 比如说董王华 还有些其他的年轻的艺术家 就遇到了这个那样的案子里面来 甚至有人说 从北京飞往厦门的飞机里面一般是女军人 一般是女军人 这里面并不一定是有色情的关系 但是呢 至少是有这种利益的关系 所以董王华很长时间都不见了 而这个彭丽媛的先生 恰恰又是在厦门呢 当过领导 但是没有小心显示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习还在浙江嘛 他是在福建 我们一直在这个案子追赠的很厉害可以说是 直接通到中南海江泽民的秘书 蒋连安都居住在其中 董王华什么国防部长 池浩天都居住在其中 而习没有居住其中 而彭丽媛也没有居住在其中 对吧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追溯的一个例子 第二个是 老习 习近平去厦门的时候 有时候也没什么事干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下了班就没事干 一天时间好像很长 上班也没什么事干 对吧 一个星期能够写一篇稿子就不错了 对吧 甚至一个月写一篇就不错了 那个时候习近平还专门往这个 《厦门日报》跑 而且不是跑证文部 而是直接跑文艺部 复刊部 等一个什么小动画什么玩意的 所以那些人就认识了习近平 也跟习近平比较熟 习近平后来到了宁德当了书记 然后他们说 习近平的夫人是彭丽媛 我们这里要搞一个什么活动 能不能请彭丽媛来演唱 彭丽媛还答应了 习近平还答应了 但是在宁德到这个厦门呢 有相当一段的距离 所以一般以彭丽媛的名声和影响 他们当然是判车去接吧 对吧 就是我们判过车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彭丽媛说不要 第一那个时候车少 第二个是彭丽媛觉得 我那一下我有公共计车做就可以了 他真的就坐公共计车 到了这个厦门 这是我了解的 第二件事情在福建 了解的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他在浙江的时候 蔡奇是在 有一个叫台州吧 不认台是吧 叫泰州 泰州 泰州 泰州当什么领导的时候 这个谁啊 跑去演唱两次 你说泰州这种地方 是个小地方吗 房内人去就完全是因为 蔡奇跟他的先生关系不错 对吧 然后跟他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朋友 有一点朋友和无限的关系 卖面子 卖面子 就是说他有讲意见的地方 对 然后在美国有几件事情 美国有一次我去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的朋友就跟我说 这个彭丽媛把架子 我说怎么彭丽媛把架子啊 但我们这里搞一个慰问演出 中央来的中国来的 演出完了以后呢 要跟侨领们吃饭 合影 这个彭丽媛就不来 就在房间里睡觉 或者怎么样 他们叫彭丽媛把谱 我就跟我的朋友讲 我说恰恰证明彭丽媛啊 这个把谱是对的 为你们这些侨领 要文化没有文化 要思想没有一些文化 话也讲不清楚 虎头 拍马屁 到时候你们有一套 你们就想跟 各路民间拍一下 好像是怎么样 其实拍完以后 别人 觉得不知道你是谁 你们不大喜欢跟名人拍影 你们也喜欢跟各大领导 拍影 要是我是语言 我才不愿意跟你们吃这个破坏 饭也不好吃 对不对 我们知道几十座 人吵得要命 讲话也没理你 对吧 然后就大家在拍照 搞得乱七八糟 侨领这个活动真的是很不堪 我觉得很对啊 对不对 还有一件事是跟纽约有关 我一个朋友呢 就是帮助这个彭丽媛 当时候在纽约的这个联合中心 做了一次演出 演一个什么古装戏还是什么 古装的一个表演什么东西 诶 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我这朋友是很多演员都是他帮忙的 不仅是彭丽媛 就是亚裔的很多演员都是他在纽约推上的这个舞台 你能够锁得清楚的 这个八十年代七十年代九十年的大明星 都跟他有一些关系 那么有一些成名呢 以后也就拉倒了 诶 这个彭丽媛 他成了习近平的这个夫人之后 到纽约 居然找了我这个朋友 然后呢 这个重新去访问林产中心 你说这个算轻易吧 我这样的朋友呢 他是搞非毛利机构 什么叫非毛利机构啊 就是给这些艺术家呀 歌唱家呀 什么演员呀 在纽约有个发展的机会 提供一个平台 提供一个平台 以前是美国政府资助钱 后来美国政府可能没什么钱了 市政府 所以呢 很困难 这个彭丽媛要这个中央电视台 第九频道 第九频道 第六频道 反正我忘了 一起合作来搞这个 演出的事儿 搞一场演出 搞点钱嘛 就等于可以赞助这个活动 就是跟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什么频道合作 搞一下活动 有赞助费用 就是很多明星都来了 亚裔明星在纽约 你就通过这几件事情嘛 就是看见彭丽媛嘛 就说还是有他的一些个性 还有他的把手 但是对彭丽媛的负面的东西 我了解的非常少 我就是他唱过歌叫希望在田野上 这个我还是有一点保留 我就是希望也不是在田野上 对吧 另外就是彭丽媛呢 在当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 有一次登了彭丽媛的讲话 大概是批评这个文学艺术界啊 这个自由化啊 还是乱七八糟的音乐啊 什么东西 我这个对他印象不是很好 这个也是我现在对彭丽媛 保持一种一种 一种警惕心的这个原因 我觉得 你作为一个政协委员 作为一个艺术家 应该是更加包容 应该是更加开明 多元化 所以我要跟朋友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就说彭丽媛就是一个比较正统的艺术家 比较正统 比较的 有一些原则 那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因为今天的中国太压抑了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需要一种宣学 需要一种情绪的一个寄托 应该让文学艺术更自由一点 更开放一点 而且很多东西文学艺术就是大家在一起乐一乐 就是 从往就拉倒了 对吧 所以应该多弄一点巨星在中国去演出 一些 或者是体育明星 歌唱明星 电影明星 各种明星都可以 少跟政治挂钩 少跟政治挂钩 如果彭丽媛在这样能够扮演推动性的角色 那就非常了不起 至少不要阻止 否则的话彭丽媛如果一身正气 要每个女的都像彭丽媛 每个男的都像习近平 那就麻烦了 对吧 中国就两种人 男人叫习近平 女人叫彭丽媛 这不行 所以我希望彭丽媛是要比较的 开明 比较的包容 但是至于说他进不进政治局这个事情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只是看新闻 说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完全早死吗 完全没事早上吗 因为他今天的这个待遇 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了 他今天的待遇是政治局常委的待遇 高多了 他甚至比政治局一般常委要高 你写的名字都应该是习近平彭丽媛 也不能说习近平蔡奇彭丽媛 不能这样写的 对吧 夫人一定是第二位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第一夫人 已经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 一个地位 像美国的第一夫人 很多的国家第一夫人 也有一些第一夫人的担任什么角色 这个很少很少 大部分的角色就是彭丽媛扮演的角色 比如说在疾病 在儿童 甚至某一种特别的疾病 埃兹病 还有某一些妇女关怀 人道关怀方面扮演角色 我觉得彭丽媛现在没有超过这个角色 当然我看那个视频 拍马屁确实比较厉害 就剪得特别 很有光彩 当然彭丽媛也很有光彩 但是中共派出的官员也算正常 以他的第一夫人的地位 所以湖南省没有省委书记来 没有省委副书记来 没有省长来 而只是判了一个长副省长 我觉得应该是 合心合理 比较合心的 对吧 你比如说美国的总统 第一夫人 到这个纽约州来 州里面判一个副州长 那是很正常 那太正常了 对不对 州长就有一点的不正常 除非这个事情是跟他有 非常直接的关系 对 湖南省委书记说明 拍马屁的功夫还没有到场 或者他们有拿捏这个尺寸 那样的尺寸还可以 那样的尺寸还可以 对 当然随着习近平的权力 越来越大 越来越巩固 拍彭丽媛 当然拍他的马屁是 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之多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要把彭丽媛捧到政治局 我坦率的时候 我想都没想过 第一是没有必要 对 这个全是早上没上 对不对 彭丽媛如果是政治局委员 他名字反而拍到后面 没错 如果第一夫人反而在前面 对 他要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啊 对吧 你说几个政治局委员 在他面前还能够把领导资格吗 对不对 如果他反而成为政治局委员 背上一个包裹和麻烦 对 真正到了这种程度的人 他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对对 所以从这个彭丽媛自己的出发点来说 他也不可能把自己再往这个 别说是政治局了 像您刚才想的 就是政治局常委里面去扔 都是对他现在的身份的一个降等 对而且是个麻烦 而且是招人骂 中国人呢 这个一方面就是 嫉妒有名 嫉妒有权 嫉妒有钱 就是天下也不止中国人 大家都一样 第二个是对女性 特别的不公平 中国就是女人好像就是 就是 所以现在二十四个 还是二十五个啊 二十几个啊 中国现在二十四个 二十四个对吧 全部都是黑衣服的男人 对不对 穿着黑西装 全部跟黑社会老大一样的 弄一个女的在里面去干什么呢 对不对 反而会大概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对吧 尤其是第一夫人 我觉得他不会傻到这种程度 对吧 他在中国的军队里面好像也就是 办一个什么院长啊 什么什么 教授嘛 教授 彭丽媛当教授是可以的 对吧 没有问题 当个院长也可以 当个院长也可以 那不是真正的什么公安 那是专业上的 学术方面的东西 对 所以不论是按照彭丽媛自己 还是整个 包括政治局的其他官员 包括整个体系 对于一个第一夫人进政治局来从政 当一个普通的官员 或者说高级官员 这都有点不伦不类 有点不对等 对 所以对于彭丽媛进政治局 就完全是一种猜测 或者说一种意测 好玩 对 就是觉得 是不是以前江青有干政的这种历史 是不是今天彭丽媛也会效仿江青来干政 对于今天中国证据来说 彭丽媛干不干政 他可以吹耳旁风啊 他可以在很多旁边跟习近平说句 敲敲什么话呀 难道这样的事情就不可能出现吗 难道习近平就不会听一听他老婆提供的一些建议吗 也可以提供 那他在整边吹的那个风 有的时候比在政治局提出的意见管用多了 太多了 江青的情况不太一样 江青是因为了 在生活上已经被爬起出毛泽东的生活圈了 对 另外就是有一个中国第一奸责 在奸臣就是中俄来 中俄在省影把这个江青塞进去 老文革小组 这个是跟中俄来有关 老毛都未必想到一定要江青扮演什么角色 他在江青可能当然了解江青的脾气 没错 所以群会他们吃得糊涂了 我们也不能说就像暗色一样的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 我们只能说假如那么多 那他不可理喻了 就是说没有必要 还有一个更好笑的一种猜测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真的可笑 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就是有人说 你看习近平现在 这个重判清敌 里外都是敌人 里外不是人 大家现在插鱼饭后 不论是这个红二代也好 政治局的这个官员也好 还是这个普通老百姓也好 骂习近平是常态 所以习近平呢 现在觉得自己可信的人太多了 愿意真正的来忠诚的跟随他的人呢 也不是很多 他心里不放心 所以他想着 为他日后哪一天不测做准备 把彭丽媛往台前推一推 那应该把他女儿出来培养嘛 对吧 就跟金正恩似的 对啊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分 但是他低的 低的只能说 作为一个笑话先讲一讲 没错 没错 如果哪一天真的当了委员 那我们就被赔礼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没想到 实在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力 对 所以对于彭丽媛也好 还是彭丽媛的女儿 习近平的女儿也好 将来会不会从政呢 这永远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谁也不知道 按照习近平今天这种 就是任意而为的这种 执政的姿态来说 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只是我们拭目以待 到时候哪一天真的 彭丽媛进了常委了 或者习近平的女儿 真的向金正恩似的推上台前了 成为第一公主了 我们再来讨论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